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老屋里的女人 张天呢 这二十几岁的年纪了 有爱他的父母 有很好的家事 而他自己刚从学校毕业 就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这人生可谓是顺风顺水啊 可是他从小到大都会做一个梦 梦里边他梦见有一个老屋 那老屋里边坐着一个女人 那个女人披头散发的 他嘴里边自顾自的嘟囔着 花儿 回来吧 我等着你 我快回来吧 而每一次从梦里边醒过来 张天都会感觉到心痛不已 又是一个假期 百无聊来的张天决定出去走一走 他没有目的性的走啊 他随便的去火车站买了一张车票 到了哪站就下车 他正在思存着该去哪的时候呢 这时候有一辆大客车开过来 售票员在门口边喊着 到哪哪哪 走的呢赶紧上车 这张天鬼使神差的背着大包就上车了 大发车开了一段时间 就在靠近的一个村子的地方 张天下了车 让他下车的时候 天色已经慢慢的暗下来了 这地方是一个农村 他想在这个附近找一个宾馆 恐怕是特别的难了 张天大踏步的走进了村子里边 因为天色不早了 街边上只有那三三两两的 能看到的几个村民在那溜弯聊天 张天找到了一个独自站在街边上的老人 他问道 大爷 这村子里边有空房子能住吗 我是过来旅游的 这大晚上没地方去了 那老人看了看张天 有些诧异 他顿了顿了回答说 空房子呀 你这村子里边倒是有意见 在不吗 在那靠山坡的那家 说完了之后 用手朝远处一指 不过呀 你最好别去 说着他压低的声音 来到了张天耳朵边上 那房子 闹鬼 张天吓得一跳 不过他转过头就笑了 大爷 我不怕鬼 谢谢您啊 我今天就去那住了 冥冥当中好像是有某种召唤似的 张天很快就走到了那个老屋的门前 老屋的门没锁 张天一推就进去了 老屋子是又脏又破的 看来这老屋子真的有些年头了 不过家具 床铺倒是一应俱全 张天刚走进屋子里边 这心秃秃秃的就剧烈的跳动起来了 这老屋子感觉到既熟悉又陌生 赶了一天的路 真是太累了 简单的收拾了一下之后 他就躺下来睡着了 也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呢 他朦胧当中就感觉到一个冰冷的东西在抚摸自己的脸 那种感觉痒痒的 他睁开了眼睛 他面前是一个女人的脸 脸色惨白 头发乱蹦蹦的 可是眼睛里边却是满脸的慈爱 他嘴里边嫩嫩的说道 花儿 回家了 我的花儿终于回家来了 说着他的嘴角上还露出了甜甜的笑 而张天呢 不但没有感觉到害怕 他反而有一种很强的亲切 张天一下子就从梦里边惊醒过来 怎么也睡不着 梦里边的那个女人是谁呢 为什么自己从小到大总会做这个梦 总会梦见她呢 为什么会觉得她这样的亲切呢 就好像是亲人似的 张天爬下了床 此时天已经蒙蒙亮 晚上来的时候呢 并没有注意 现在看着家里边的摆设 简单又整天 那柜子顶上摆着一个相片的镜子 那镜子上边有一张照片 这一个女人抱着自己的孩子开心的笑 张天顿时就惊呆了 照片当中的孩子不就是自己笑的时候吧 而那个女人那不就是自己睡梦当中的那个女人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张天把那张照片从镜子里边拿了出来 他拿在手里边走出了门 整那张天漫无目的地的溜达的时候 就看见一个人叫住了 小伙子 等一等 你还好吧 张天仔细的一看呢 竟然是昨天街口碰着的那个老人 张天对那个老人笑了笑是 哎 大爷 我挺好的 老人有一些吃惊 转过头又笑了 那就好 那就好 转身刚要走 张天忙叫住他 大爷 您等一下 您能跟我说说 这空宅子里边的事吗 说着他就把手里边的照片 递给了老人 老人接过了照片 叹了口气 哎 你能住那屋子 那说明 你跟他有缘分 刚见着你啊 我就觉得你跟他长得挺像 谁 我跟谁挺像的 我这个女人 这老屋子里的女人 紧接着那老人 跟张天讲起了老屋的故事 在二十几年前 这座空屋子 本来呢 就住着一家幸福的人 可是这孩子刚刚满月的时候 那个父亲就生病 离开人世 孩子的母亲 怕这孩子受欺负 一直就没有在家 他独自的把这孩子养到了三岁 那苦和累啊 那是没少受啊 本想着这日子就这么平静的过去了吧 可谁知道自己有一次带孩子去集市上 一个没看住 把孩子给弄丢了 可把这女人给急坏了 天天的是睡不着觉 上集市上去找去 可是始终是没找着 没想着从集市上边回来 可能是连日的不吃饭 不睡觉 那精神恍惚 一下子撞 他过来了一辆大巴车上 人当时就死了 还是村子里边的人帮忙抬回家里边埋来 不过这故事讲到这儿呢 并没完 因为那孩子没找回来 那个女人意外的惨死了 她的魂魄久久的不愿意离开 她就天天的在那老屋子里边等着孩子 这间屋子里边也曾经有人住过 但是呢 根本就住不了 晚上进屋睡觉 等到白天一看睡在外边 要么半夜里边出了一张鬼脸 吓你一跳 后来就没人再敢住了 这房子也就一直的空了下来 这女鬼等的是她的儿子呀 她儿子不回来 谁都住不了那个屋子 这老人说啊 我都纳闷了 你咋住了之后就没事呢 难不成 老人难难再说了 对了 这个就是她儿子 小名叫小花 说完那老人用手指了指 照片当中抱着的那个孩子 张天现在已经听不清楚那老人后边说的是什么了 一把抢过了老人手里边的照片 飞奔着向车站跑了过去 他要弄清楚这到底是咋回事 回到家 他把照片拿给了父母 看来张天已经知道了 父母流下了眼泪来 向他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这张天并不是他们亲生的 有一次他们去乡下办事 在一个街边上发现了脑袋磕破了昏迷着的张天 他们俩抱着孩子等了好久 也没有人来找 俩人呢 又急着有事 再加上有私心就把张天给带走了 回到城里边就把他孩子送到了医院 好在呢 并没有大碍 但是孩子却没有了往日的记忆 也让他们无从寻找他的亲生父母 再加上 这两个人一直没孩子 就留下了给他取了个名字 叫张天 待他视如己出 张天一下子就明白过来了 为什么自己从小到大都做着这样同样的一个梦 为什么来到了那个村子 住进了那间老屋子 原来冥冥当中 这是母子连心 是母亲的召唤和气派 这眼泪瞬间就流下来了 张天回到村子里边 重新的修缮了母亲的坟 跪在坟前边 给母亲磕了头 流着眼泪对那坟营说 您儿子小欢回来了 您安心吧 晚上 当天又睡在老屋里边 他拿着跟母亲的旧照片 思绪万千 不知不觉当中 就看到一个女人微笑着看着他说 我的儿子花儿终于回来了 妈总算找到你了 如今你有了依靠 我就放心了 妈终于可以安心的离开了 说完了之后 渐渐的就消失了 张天哭着喊着追上去 可是他却一下子惊醒 从此之后 张天心痛的病再也没犯过 那老屋子也恢复了平静 而张天的心中 却多了另外的一份牵挂和爱 好了 这就是老屋里的女人的故事